包括市政府交通处副处长黄诗涵 以及文化观光局局长姜亭梅 当地博爱里长邱三元和仁爱市场管委会主委王洪四 以及社区各动主委等人都出席这场会刊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亲自带着大家会刊各项缺失 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做好平行协调工作 协助改善博爱停车场里面 包括停车场出入口观光动线指标杂乱 地下停车场闷热 部分地板凹凸不平 以及住户使用电梯口漏水积水等问题 因为博爱停车场楼上就是著名的人爱市场美食小吃摊位 也在基隆庙口夜市附近 来这里停车的观光游客非常多 现场有没有人没流汗 大家下来停车场一定会汗流加倍 而且是基本上是湿到一个不行的状态 然后还淹水 然后路面状况也很糟糕 厕所状况不好 而且这边又是观光导向 等于是城市的一个门面 你一进来这么糟糕的状况 这么暗 然后那么脏 然后整个路面又不平整 然后人行指标又不清楚 停完车了以后 好不容易停到车位了 又找不到出入口 然后跟住户之间的一些厘清 也不厘清 不好 然后住户又有很多问题 反应看现在漏水这么严重 放了两三个礼拜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可以 我们希望可以发挥监督的功能 希望市府跟交通处跟厂商 都可以尽速来帮市民解决问题 市民分两种 住户跟观光客 大家看到的都不满意 我想应该是现况 对于议长佟子伟会刊的指示 停车场主管单位市政府交通处表示 会尽快要求管理停车场的厂商 做好相关改善措施 就是有关于刚刚提到的一些疑虑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会再跟厂商 尽快的来研绎相关的改善措施 另外在停车场出入口等观光指标改善部分 文化观光局局长江婷梅也表示愿意协助 提供美化设计的范本给交通处参考 关销的部分 关销是有 对 就丢范本给我吗 对啊 我们可以关销的范本给他们 对啊 然后你再丢给厂商 对 然后他们一起设计 然后他们就是会把所有的行人出入口的部分 就拿出一 我们所有的 这座停车场的所有行人出入口 是 然后包含信二 东岸 每一个停车场应该指标做一样 不然你每个东一个西一个都让厂商自己做 感觉效果 视觉效果不一样 了解了解 然后我拜托你们的标准给他们 好 通知委强调包括其他停车场等于都是基隆市的门面 改善好缺失 对于行销基隆市的正面形象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